没有哪个对手想挨到泰森的致命中拳 但是无论你怎么周旋 你又逃不过 上一集咱们讲的是泰森的前手和灵活性 这一集讲后手 为什么他的拳头就这么重 基辅过后的上钩 为什么他就屡屡得手 再讲讲老粉丝非常想听的故事 你小子长样 原来经过训练为什么要放弃呢 这个问题很气人 我不穷吗 地点新加坡 年龄24岁 2004年 凯克是我 大后边站的那个 没到楼啊 非得让我说说这段历史 有啥好说对吧 03年我开始出国工作 到了新加坡 由于我当时就非常爱好这个拳击嘛 就找这个专业的拳击训练馆 交全级的是有 腿贵了 我是上不起 所以就找这个马来西亚的教练 交自由波级的 他就比较便宜 一节课30新币 那个时候一换六还要多呢 36 180 04年的180 因为现在五六百直播 他们啥家庭呢 我上不起了 都搬了几次家 那照片都没有了 再说我也没照了几张照片啊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有味道的全套 因为我买不起 我只能用公用的 哎呀 那股脚丫尘味啊 撒黑 也不能说买不起 舍不买 有新加坡的朋友吗 牙龙让我记忆是最深刻的 每当花完工资 我就在这条街上徘徊 我真的不爱照相 因为长得比较丑 这还在说用了特效了呢 还做了一点呢 现在二百多斤 知道为啥张广夫离我而去了吗 就丑啊 我这点破事就别闹了 闹闹僧胳膊啊 磨叽两分钟了 本来就没流量 泰森的拳头为什么那么重 之前我有讲过 泰森的打法非常费体力 所以他所有对手 都是想放射法的 想拖住泰森 比赛的后半段发力 基本都是这个战术 但是能逃过前五回合的 少之又少 注意看发力 下潜 哎 看出点门那来吗 再看腿部弯曲 转身 向上一击 先是腿 再是腰 再是拳头 我那时候呢 教练常常说那句话 摇摆四发力啦 再看示范 腿部先弯曲 然后转体 然后再是拳头 那你肯定想问了 那都这么胶的 为什么泰森就力量那么大呢 由于他个子比较小 对手呢 又都是大个子多 他要是不跳起来 只能打对手的中线 所以再加上他一个身体的重量 再加上重拳训练和精准度 所以他的打法非常会挺 再说他那个精点爆肝 其实啊 我的第一集和这一集应该合起来的 上一集我也说了 其实他最牛的地方是隐蔽的前手 先是打乱你的节奏 然后利用灵活性顺利进身 他这个短臂斩反而成了优势了 同样的打出百拳 他肯定要比长臂的要快 所以他这是一个一整套的 这是缺一不可的 你没有好的前手就被对手控制 把对手的节奏是打乱了 没有好的组合拳跟上 还是不行 那这爆肝怎么来的呢 头部左右左右一套组合过后 对手误以为你还要打我的头 最后基辅加爆肝 而且是一侧连击 打拳击啊 你要靠书本那点教学 绝对是不行的 就比如我没出国之前 在家呢 我通过看录像 也经常练习 然后误以为自己 能练成九阳神冬了呢 那个时期最快乐的是 和那个同学们在一起 切磋 就是那是最快乐的 也是一个马来人 后来的我们这里的 培训班呢 我俩就准备杠一杠 我比他重 也比他个子高 哪成像啊 差没把我打死啊 我第一次感觉到 被挨到下巴是什么滋味 就是眼前呢 白一下 黑一下的 如果不太重的话啊 三四秒之内 你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耳朵里嗡嗡响 大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经常看到 有的拳手挨到中拳之后 他就往后退 往后退 那是下意识的 就往后退 而且说这是经验 比较丰富的 如果你是 没有什么经验的 那就是挨锤呗 泰森的爆肝 他是通过之前的铺垫的 左右左右完成之后 打你肝脏一侧 打你的腹部 还不是主要的 你的肝脏或者腹部 收到中创之后 一下意识就要把 曲臂往下拉 弯腰护住肝脏 但是此时 上线没有防守了 然后 一个上钩 一拳打不开防守 就打你第二拳 那么直拳呢 泰森的直拳 完全是靠假动作 你要说它是假动作也行 说它是为第二拳 蓄力也行 反正是效果 机甲 再安为立体式打击 你的上半身无死角 说白了 叫灵活运用 你护住上面 我打你下面 你护住下面 我打你上面 你的防守 做得非常到位 我再用假动作来迷惑你 从中找破绽 有很多人也说过 拳击一定干不过打综合格斗的 那要看什么段位 如果站力非常牛 对手的腿是起不来的 咱们国内近几年这些打综合格斗的 不管什么级别什么人物 都是一个口号 打败泰森 没毛病 首先就差着体重级别呢 也就是给你起腿和缠暴的机会嘛 地面那么容易得手吗 让你起不起人呢 下班